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米兰昆德拉 她的一本 现在应该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 历久迷新的经典小说作品 身份在皇冠出版公司 出版了20周年的纪念新版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新版 所以我们对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 我们可以重新来阅读 重新体会 大家很容易可以现在在实体书店 或者是网络书店 找得到米兰昆德拉的这一本身份 米兰昆德拉作为一个小作家 她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性格 那就是她喜欢在她的小说作品里面 不管是借由小说当中的角色的对话 有的时候是用叙述者的语气 放进许许多多有趣或者是深刻的道理 所以她的小说不完全是叙述 她的小说经常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可以带来我们非常高度的享受 是因为她是夹序夹义的 在《身份》这本小说里面 当然也有很多很多这种片段 像是在小说的第26章 她就写了小说里面主要的这两个角色 一男一女 香戴尔跟她的男朋友 John Mark 他们两个人去一家餐厅吃饭 这个情景非常的鲜明 因为两个人是一对情人 可是他们到餐厅吃饭的时候 他们的隔壁桌也做了一对情侣 但非常特殊的是强烈的对照 隔壁桌的情侣非常的沉默 彼此不交谈 你在餐厅是在别人面前 还能够这样保持沉默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后以昆达拉的小说之笔 小说家的敏锐 她就创造了更进一步 让这个对比更加的鲜明 那个另外一桌的沉默 反而就变成了 香戴尔 John Mark 他们两个人的对话的内容 意思是说 那桌的沉默 刺激造成了 他们这一桌变得非常的多话 所以呢 John Mark 男生就对这个女朋友 就说 说出一大段非常非常有趣的话 所以我把这段话 介绍给大家一边听的时候 等下就思考一下 或者可以领略一下 米兰昆德拉小说当中 非常非常独特的魅力 John Mark说 你看 这两个人 他们并不是互相讨厌 他们也不是已经变成了冷漠 不再相爱 你不能够用两个人讲多少话 来衡量他们之间感情的深浅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单纯 就是两个人突然一时脑袋空空的 他们只是因为没话可说 就很自然的不说话 当然这是我补充的解释 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要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才能够自然的不说话 如果你不是一对情侣 一般人 两个人在那里 坐在一起 你不能忍受沉默的片刻 你非讲话不可 然后接下来 John Mark就想起来 他说这跟我的一个姑姑一样 每次我见到她 所谓一样是说 语言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因为这个姑姑刚好相反 他说我每次见到她 她就会说个没完没了 有的时候说到连气都不用喘 我试图去解释 她这种滔滔不绝的说话的方式 她在说什么 她把她所看到的 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用话 再讲一遍 所以他会讲说 早上就起床了 将早上只喝不加糖 不加奶精的黑咖啡 将她的丈夫 然后就去散步 然后你想想看 他就对John Mark说 John Mark 你看我这个老公 他一回家就看电视 然后他不断的转换电视频道 电视看法就去翻书 他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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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就是 他把时间耗掉的方法 John Mark 接下来他就对 香带尔说 我很喜欢这些简单平常的句子 就像在述说一件奥秘 什么样的句子呢 他就这样把时间耗掉了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句子 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是时间 把时间耗掉 让时间可以自己消失 他们不想费任何半点力气 不想筋疲力尽的 把横跃时间的路程 让时间可以消失 所以他为什么要一直说话 他像连珠炮一只 不断的蹦出来的话 干嘛呢 因为这样可以让时间挪动 他害怕停下来 他害怕闭上嘴巴 因为一旦他闭上嘴巴 时间就停止不动了 时间就变成某一种 阴暗巨大沉重的东西 这就会让我这个可怜的姑姑害怕 所以他害怕时间 他害怕时间停滞 他为什么必须一直说话 因为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式 可以让时间过去 他不愿意这样去面对时间 你就知道说 这是昆德拉非常非常有趣 在他的小说里面 他要讲的是 人应对时间的一种生活的方法 甚至是一种哲学一种信仰 这个姑姑只要他一感觉到 时间威胁他 他惊慌 他就会抓住一个人 就开始跟这个人讲话 去跟他说 他女儿担心拉肚子的小孩 像马克拉肚子拉肚子 他已经看过一个医生 那个医生你不认识 他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 我们认识那个医生很多年了 我生病也是他看的 这个医生 我得了流行性感冒的那个冬天 你还记得吗 Jean Marc 我发沙发得好厉害 这都是他姑姑说的话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 跟像戴尔 讲他所认知跟理解 人跟说话之间的关系 虽然他在小说里面 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说 可是我们在读这个小说的 为什么他是杰出小说家 因为他带给我们另外一个体会 这是从哪里开始的 从两个情人之间的沉默开始的 所以他用他姑姑做例子 是对称 是配称 对照 很多人我们不得不体会 我们也常常是用这种方式 在应对时间的 我们之所以说话 因为我们希望让时间快一点过去 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 这一个大块状的时间 情人之间反而才能够沉默 因为情人两个人相处 让你没有那么害怕时间 你愿意跟这一个人 共度这种 时间不要这么快过去的一种情况 很多时候因为这样 我们能够忍受沉默 或者是倒过来 沉默有这种作用 让我们错觉 好像我们可以把时间留住 时间可以不要这么快的 进入到流动的状态底下 然后接下来 杨茂话还没说完 我刚刚讲了 对隔壁桌的沉默 反而引发了这一作 好多好多的话 他又开始想起了 另外一个往事 他说我刚满14岁的时候 我的祖父即将要过世 他在世的最后几天 他在嘴巴里发出一个 完全我们无法不懂意识的 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甚至不像身影 因为你没有觉得他的表情 各方面你不觉得他在痛 也不像是他因为要发一个字 但是发不出来 所以停留 变成了那个音 都不是 因为他也没有丧失语言的能力 很单纯的 那只是因为他没有话要说了 没有什么要跟人沟通了 也没有任何具体的讯息 他甚至没有要找 谁来跟他说话 到了生命的尾声 他对任何人都不感到兴趣 所以他用这个声音 在陪伴着他 度过那个光阴 那个时光 他自己一个人 伴随着他所发出来的声音 单独的一个声音 一直不断的 咿呀咿呀 只有他需要呼吸的时候 声音才会间断 让马克说 14岁的我 看着他 简直像是被催眠一样 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 正因为我那时候还小 我以为我懂得这其中的意义 那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的方式 对应这样一种时间 这个时间在14岁的 Jean Marc心里面 叫做无聊 因为要度过到人生最后 你已经不能做任何的事情 你甚至没办法起床 对人生走到这里 你也知道他就是终点 他就是尾声 所以你也不想再跟任何人讲任何的话 所以就是一种终极的无聊 所以他认为 临终之前他的祖父 用这种不断的 一一啊啊的声音 来表达他的无聊 如果没有这些 一一啊啊 时间会压垮他 我的祖父 只剩下这最后的武器 来跟时间对抗 于是这个时候 香代尔就回应了一句话 他说 你的意思是他快要死了 所以他觉得无聊乏味 是的 但是提到了无聊 于是回头 Jean Marc又有更多 其实是米兰昆德拉 又有更多 对于无聊的文章要做 他说无聊的数量 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把无聊量化的话 这我们大家在心里面都可以想一下 你生活当中有多少无聊 你能不能把无聊量化 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去比较 他要去比较的是说 现在的无聊 一定比从前的无聊要来得多 他的理由是 因为以前的人工作 至少对大部分的行业 你没有办法不把热情灌注在工作上 一个农夫必须要爱他的土地 就像他的祖父一样 这个祖父呢 他的另外像他的祖父一样 他的祖父是一个木匠 木匠在工作的时候 他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制造美丽桌子的一个魔术师 所有这些木头在他的手里面弄一弄 就变成了一张美丽的桌子 所以这里面有一种热情 鞋匠他熟悉 所有村子里面来找他做鞋子的人的脚 森林管理员园丁 甚至连军人都是带着热情杀人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没有所谓生活意义的这种问题的存在 很自然的 他们跟他自己全人的在作坊里面工作 在天里面夏天 每个职业都创造出他特有的精神面貌 他特有的生存方式 一个医生 他的想法跟农夫不一样 一个军人 他的外表就跟一个老师不一样 但是今天不是这样 今天这一页对我们来讲 没有生命本质的意义 这都只是角色 都只是工作 你在街上你分辨不出来 谁是医生 谁是老师 谁是农夫 大家变得很像 因为我们对于工作都是冷漠的 因为我们对于工作都是冷漠 而且我们迷恋于这样的冷漠 这是我们唯一的集体的迷恋 就是在这么短的一段小说当中 米兰昆德拉做了好多的议论 这些议论有的时候 比小说的情节所要表达 甚至小说角色的情感 其实更刺激我们 让我们感觉到炫祸 但是同时因为这个炫祸 让我们觉得我们不得不思考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继续聊米兰昆德拉的经典小说作品 《身份》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 台北的好声音 尽在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台北的天空 充满着希望 每天陪伴你共度 美好时光 爱在九三点一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坦书 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 米兰昆德拉 在1997年完成 1998年中文翻译一本 最早出版的一本小说作品 《身份》 皇后出版公司 特别出了20周年的新版 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聊一下 《身份》这一本小说 在这本小说当中 书名身份就指向了昆德拉 作为一个小说家 同时作为一个 非常非常敏锐的 生活哲学的思考者 他主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这个探讨的问题就是 即使是最亲近的 两个情人当中 我们究竟如何辨识 彼此之间的身份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身份 变成了这么亲密的人 这个身份会在 现代的生活当中 因为一些什么样 偶然的因素 而被怀疑 被改变 甚至会因此而造成了 两个人不只是 感情上面的变数 甚至是自我认知 跟自我体会的变化 所以小说其实是有一个 非常细腻的编织 细腻的过程 让身份这件事情 凸显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 讲的是香代尔 这个香代尔他到了海边去度假 在海边度假在等他的男朋友 Jean Marc 可是在海边 因为Jean Marc还没到 所以他走在往海边的路上 遇到了很多度周末的游客 这些度周末的游客 尤其他看到这些男人 这些男人最大的特色是 现在是许多男人走在女人的身边 推着婴儿车 有的是男人身上背着小婴孩 所以他心里面突然冒出一个 非常非常特别的想法 他觉得说现在的男人都爸爸化了 他们不再是父亲而是爸爸 这里面讲的是不是father 而是爸爸 所以意味着他们不是父亲权威 现在是跟小孩非常亲近 然后因为这种爸爸化的男人 所以更进一步了 作为一个孤单的走在海边 度假地区的一个女人 他突然之间就想到说 这种爸爸化的男人 还会对陌生的女人有兴趣吗 接下来往下看 他又看到另外有一些男人 在海滩上玩放风筝 然后玩驾驶风反车 然后玩得很高兴 这些男人虽然他们都是成年人 可是在他的眼里面 在玩风筝 在放风反车 就全部变成了男孩 于是又同样的 让他作为单独一个女性 走在那里 他突然又想说 他们在那里玩 如果这个时候我在他们旁边 甚至我从背后去抱住一个 正在玩风筝的男人 他会什么反应 他可能就会一把把我推开 说不要烦我 所以他想这些男孩 或者是又变成男孩身份的男人 他们大概也不会多看一个陌生女人一眼吧 所以在这个奇怪的这种情绪当中 他突然之间就有了一个句子 冒出在他的心里面 那就是男人都不回头看我 然后等到他等到了Jean Marc 跟Jean Marc两个人见了面之后 他刚从海滩回来 然后Jean Marc看到他的脸 他看到他的表情 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这对话就说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他说没有啊 没有 你的样子都变了 他原来说 我没睡好 我这个晚上几乎没睡 早上又乱七八糟的 然后Jean Marc当然就追问说 早上乱七八糟 到底为什么 他本来是 就是很自然的回答说 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越是说没什么 这个情人就越是追问 告诉我啊 他说真的没什么 他坚持 所以他最后就把这句话冒出来 这句话冒出来说 男人都不回头看我 当然这句话 让Jean Marc也非常非常的惊讶 他说 我的女朋友 我的情人 而且两个人已经在一起 好长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这个 他会突然这么在意 男人都不回头看我 然后当然到小说后面 我们才会知道 Jean Marc被这件事情打动 所以呢 他就做了一件事 他就匿名 假装是一个 不认识的一个陌生的路人 男人都不看我吗 所以他就在 香代尔家里面的信像 留了这个匿名的纸条 这个匿名的纸条呢 这里就开始了身份 因为Jean Marc 去假装一个不一样的身份 假装一个陌生的男人 告诉香代尔说 我一天到晚才看到你 而且我跟着你 然后我看到你生活里面 发生些什么样的事 于是香代尔的确感动了 感动了意味着 他突然发现说 在我不知道 有一个男人一直在看我 然后因为有一个想象当中的一个男人 在看他 所以这个男人看他的眼光 所以更进一步的 小说里面要描述跟形容 被一个会这样告白的男人 用这种方式看待 香代尔他就开始有了 他自己的另外一种新的身份 这个身份是被那个想象当中的 不知道在哪里的眼睛所看到的男人 眼中所看到的那个香代尔 于是他也采取了 或者他身上也多了一种身份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原来的这对情人 在他们本来的身份之外 各自有了另外一个身份 所以变成了 虽然他们是原来的人 可是在他们对待关系当中 就产生了错综复杂的 四个身份彼此之间的对应 这个四个身份是原来的香代尔 跟原来的杨玛 另外是原来的杨玛 跟他所假设的 跑去写匿名信的 那个假装出来的男人之间的关系 也包括了香代尔 跟他因为被这个陌生男人看 所以产生的 要做给那个男人看的自我 这个身份之间关系 还有交错 交错到了小说 到了后面 当然等到香代尔 发现这个写匿名信的人 竟然就是 杨玛克的时候 他对于杨玛克的感受 也就有了更进一步的 彻底的变化 所以用这种方式 交织成为表面上 从不管是角色 或者是情节上 其实都非常非常简单的小说 但是他在人际关系 还有自我的认知跟想象 或者是情感的铺术上面 就相对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当然在这里 也就可以顺便提一下 这种扮演 因为扮演 因为有了不一样的角色的 这种题材跟这种写法 其实在 米兰昆达拉的小说当中 从很早 就是他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他一直不断地探索的 其中的一个主题 找到什么样的程度 找到几乎是他最早的 短片小说集 1968年的时候 而且那个时候 还没有用法文写作 他在杰克 用杰克文写作的 其中的一本小说集 可笑的爱 在可笑的爱的 这个短片小说当中的 第一篇大便车游戏 他就做过这种男女情人 因为假设不同的角色 产生不同的身份想象 所产生的喜闹剧 甚至到后来变成了悲剧 这个可笑的爱 黄黄出版公司 最近也出版了新版 可以顺便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现在也是有机会 很容易可以来读 米兰昆德拉 1968年的这一本 到今天为止 读起来还仍然具有 高度阅读乐趣的 短片小说集 回到刚刚讲到 香代尔跟 杰克他们两个人的 这种复杂的身份 借由这个复杂的身份 米兰昆德拉要探索的 是人的各种 约为复杂的情感 例如说 杰克之所以 他会用这种方式 去扮演这个角色 其中的一个 关键的情绪 是忌妒 因为他 当然会忌妒说 我的女朋友 希望有别的男人 来看他 意味着 对他来说 只有我 现在不够 他还是希望 有别的男人 会注意到他 可是因为这样的忌妒 所以他 想要把自己变成 他女朋友 心目中 所希望 来看他的那个男人 不过 接下来 昆德拉 也就对于 什么叫做忌妒 还有忌妒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跟我们情感当中 传言的角色 有了一番铺陈 他说 杰克的忌妒 跟他年纪还小的时候 所知道的那种忌妒 是不一样的 年轻的时候 想象 会把幻想中的色欲 撩拨得更加折磨人 但是这次 虽然没有那么痛苦 可是更具毁灭性 他逐渐逐渐地 把他心爱的女人 复制成为 另外一个魔本 成为一个假象 而一旦 湘黛尔对于 杨玛不再是一个 确定的存在物 那么在这个 一团混乱 毫无价值的世界上 就再也没有任何 稳固的支撑点了 面对湘黛尔 发生了变化的形貌 或者是说 他失去了原初的形貌 他心里面充满的是 一种陌生的 带着感伤的 冷漠的情绪 这种冷漠 不是针对湘黛尔 而是对所有的一切 都变得漠不关心 因为如果 连最亲近的情人 湘黛尔 都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变成了一个假象 那么 Jean Mark 他自己的整个人生 也都变成了 一个假象 用这种方式 米兰昆德拉 在书里面 铺成了 许许多多的思考 例如说 在思考的最关键 最核心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 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确认 我们到底如何确认 一个人的身份 然后你会看到 如果有一天 你把你最在意 你觉得最重要的人 都认错了的时候 那意味着 你究竟对他 有多少的认识 跟多少的了解 对Yan Mark来说 他生命当中 很恐怖的一个启发 是一方面他知道 香代尔是他跟这个世界 唯一的一种感情的联系 但是即使香代尔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海边或在街上 他都有的时候 会认错 把别人认错 香代尔 更可怕的是 当他把自己假装成为那样一个 显力明星的一个男人的时候 他所看到的香代尔 跟他作为Shan Mark 竟然是如此的不同 于是身份到底是什么 还有我们究竟在 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真正承担 或者是承载了多少的身份 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借由小说 米兰昆德拉不是给我们答案 而是让我们不得不 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 今天介绍的 这就是在1997年 米兰昆德拉的 经典小说作品身份 黄岸主板公司 刚刚出了新版 介绍给大家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等一时间 我们再会